現在感覺怎麼樣 還好嗎 關心民眾身體傷勢 隔魁陳建仁到花蓮慰問監視查 並宣布已經撥補預算 協助花蓮緊急使用 主席總處已經撥了3億 讓縣政府能夠來緊急使用 3億元救難費用到位 花蓮在強震後 目前統計已經死死 1067人受傷 受困增加到660人 失聯38人 災情2523件 以786件建物毀損倒塌最多 其次是民生基礎建設有525件 專家分析 似乎不再像過去那麼慘重 後來在重蓋的建築物都是耐震 耐震係數提高了兩倍半 加上韌性結構 加上135度的耐震彎溝 因為25年前的921地震 死傷超過2400人 房屋全島半島都超過5萬多棟 政府著手修訂建築法規 強化建物結構 2002年完成修法 跟這次花蓮北冰街一樓坍塌 天王星傾斜相比 2016年的台南地震 多處建物毀損傾倒 尤其圍貫大樓造成115人罹難 是單一建築倒塌死亡人數最多 而2018的花蓮地震 則是有四棟建築倒塌 政府制定法規成為人民保護傘 縱使天災難測 也得把傷害撿到最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